至于因为第二塔病毒 已经到新北市的 侠内来了 也亲自到社区里面来了 面对 整个新北市的第二塔病毒来势汹汹 尤其新北市是 人口聪明的地方 在防疫这么快速的第二塔病毒 我们不但要采取更严格的标准 来做好防疫 我们也是希望市民们 能够做好自我的防护 除了带口在外社交距离 更重要的有一些公有的地方 以及容易传播的地方 我们开始采取更严格的规定 也期待视频朋友能够多体谅多包容 我们希望能够保持低度的活动 也能够配合防疫 把有些比较具有传播力的场所 大家要做一个管控 所以我们会做好滚动式的检讨 如果疫情能够控制下来 当然最好 如果没有 我们会随时来做好滚动式的判断 随着疫情的发展 再来做 探讨到底要不要再继续 这个管制或是开放 我们随时做好准备 让餐厅内用 这个管制先以一个礼拜 至于我们的公有场馆 包括我们的运动场馆 也是以一个礼拜 为期限 来做滚动式的检讨 我们室内的运动中心 运动祭典 体育馆 学校委外的游泳池 以及室外的棒磊球场 篮球场 网球场 直球场 溜冰场 田径场 游泳池等 我们先以一个礼拜 来做好滚动式的检讨 我们先 这9月9号到9月15号 一样不开放 至于我们的艺文场馆 也是一样以一个礼拜 我们只提供线上一页 定点取施 而且户外空间 容流人士降载 维持社交距离 所以这次我们新北市 在强化二级里面 除了文化场馆以外 至于我们的风景区 人流管制 持续降载 百分之五十 同时 温泉大众池 露营场所 李树叶的护士设施 包括健身房 游泳池 儿童游乐室 暂不开放 我想 视频朋友 希望能够 对我们的管制 能够多以配合 至于 为了防患第二条病毒 大家因为开血了 所以对孩子们在校园的安全 以及对疫情都非常的关心 为了强化校园的防疫作为 我们在之前已经立定了很多的作为 其中今天又特别 借这个机会再强调一件 为了要阻断传播链 及格的学生 在PCR没有确认前 就读的班级 安心班 补习班 就为预防性的停课 有时候 当PCR 在确认 到底是我们的 alpha 或是data 也许有一定时间 或是在 及格的过程当中 要等PCR 确认 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们都先采取 预防性的作为 希望能够预防性的停课 让及格的学生 在没有确认之前 可以确保前班的学生的安全 至于补习班幼儿园的防疫专案 我们也密集的来基查 高国中生的BNT的 疫苗的加速师导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 我们希望疫苗能够赶快进来师导 所以对这个部分 我们一样采取 扩大的匡列 隔离 裁减 所以在这里 特别跟视频朋友 来做一个报告 因为 这一次的Data病毒 进来 我们特别 要提高警戒以外 我要拜托视频朋友 大家并肩作战 新北市一样 在全国 瞩目的疫情底下 中央地方一定是同心其力 一起面对疫情 绝对不能稍有松懈